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美國局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美國有一個全新的政黨叫做愛國者黨成立 在網絡上惹來了一片的控黨 究竟這個政黨的背景是怎樣 我們稍後會去介紹一下 至於第二宗消息就是白宮發言人今天引述了拜登的對華政策取向 他就說拜登希望以策略性的內心來處理中美關係 很明顯就是跟特朗普總統時期的對華路線南沿北撤 在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先說愛國者黨究竟是什麼家夥 這個愛國者黨的全名 就叫做MAGA愛國者黨 就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簡舍 讓美國再次強大 明顯地抄襲了特朗普總統的口號 這個政黨已經向聯邦選舉委員會提交了註冊 他們的註冊文件當中就聲稱 說特朗普總統的團隊 是跟他們愛國者黨的全國委員會是有關聯的 但是 特朗普總統的團隊就說 他們就沒有對這個政黨作出任何的授權 而且也沒有跟這個政黨委員會達成任何聯合籌款的協議 更加不知道 這個愛國者黨是存在什麼活動的 而他們也不支持愛國者黨所有的工作 而且跟愛國者黨的一切事務都是無關 特朗普總統的團隊還說 他們只是透過公開的報導 才是了解到這個政黨的存在 特朗普總統團隊還說到 說他們之所以會走出來澄清 是基於可能出現的公眾認知混亂狀況 擔心公眾可能會被誤導 誤以為這個愛國者黨的活動 是由特朗普總統的團隊授權 或者誤認這些未經授權的捐款活動 是對於特朗普總統的捐款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所以就特恥澄清 所以大家就不要在網絡上亂傳 我也看到有些網民在Twitter上自己慎笨 說他們不假思索對於這個新政黨作出了捐款 原來捐完之後才知道 這個政黨是找路撐的 純粹就是叫做運水摸魚 博大毛博猛 借著特朗普總統的口號 來成立一個新政黨 進而去騙取那些不知就慮的網民 所以大家千萬就要警醒 提防受騙 實情 自從 這個參議院越來越多參議員作出表態 反對彈劾特朗普總統之後 他成立新政黨的意願似乎也是降低了不少 因為如果這個參議院是否決了一個彈劾議案的話 意味著他在未來能夠繼續參選公職 以及代表共和黨再次出選 所以 我相信 在現階段來說 他成立新政黨的意願 就應該逐漸降低了 始終來講 共和黨雖然有很多龍潭虎穴 也有很多牛鬼蛇臣 但是他們的基礎的黨建設 做得不錯 尤其是在基層黨部方面 所以 我相信他暫時來說 離開的機會 比較低一點 接下來我們就講講第二單的消息 就是關於 拜登對華政策的最新宣示 這件事就很重要了 大家都一直關注 究竟他一一一一一一 是想游泡琵琶半遮臉到什麼時候呢 現在就有個宣示出來了 白宮發言人普薩基 今天就宣佈了 說美國和中國現時是有著激烈的競爭 而拜登就希望 以策略性的內心 來處理中美關係 普薩基就說 過去幾年都看到 中國對內就變得越來越專制 對外就變得越來越強勢 北京現時就明顯地挑戰美國的安全 繁榮和價值觀 故此 美國就希望以策略性的內心來處理 並且進行內部的跨部門評估 而白宮將會和國會和國際盟友討論這個議題 說明策略性的內心 其實就是完全承襲了 奧巴馬年代的對華政策 就是要將時鐘回撥到2008年的時候 也是跟特朗普總統時期的對華路線 完全相反 因為他講到要策略性內心 這件事 在特朗普總統時期 哪有會這樣說 大家聽到 無論是總統也好 或者是蓬佩奧也好 他們一講對華路線的時候 都總是採取一些很強硬的措詞 從來都沒出現過要策略性的內心 什麼是策略性的內心 當然就沒有一個 所謂官方的定義 但是 這個彭斯副總統在2017年4月 到訪朝鮮的時候 他就曾經說過 不再以策略性的內心 來對待朝鮮政權 當時的白宮發言人就形容 策略性的內心 基本而言就是 等候和觀望 你現在還要繼續等候和觀望 等同於是叫做 望天打掛 因為都沒有什麼好望 其實連白宮發言人普薩基 他自己都對於中國的情況 落了一個判斷 這個判斷是有價值的判斷 但是你仍然說拜登希望以策略性的內心 來處理中美關係 就是放手不管 就是要軟弱 所以拜登行這一套 根本上就叫做 衰靜主義 或者 譯作 孤式主義 也是向很多 所謂的KOL打臉 我早幾天看到 有些KOL在說什麼 他們說 布林肯已經是繼承了 蓬佩奧的 對華強硬政策 不要這麼搞笑 是不是 這個節目就是上個星期的時候做的 當時拜登才剛剛叫做登機 坐亂張龍耳 沒有哀 那隻布林肯 陰點的國務卿候選人 都未曾獲得參議院的通過 還在參議院的聽證會 說話的時候 他就已經判斷得到 布林肯是對華強硬 這隻布林肯在聽證會上 為他為求 快通過這個提名 他當然是說得出就說了 當然是說會對華強硬 不是你這樣也相信 作為一個KOL 基本的判斷能力都沒有 他都未曾做 他說而已 這些是 大把人說一套做一套 上任之前又如何強硬 上任之後 何其軟弱 從克林頓總統的時期到現在 都是這樣 很多官員都是 上至總統 下至白宮 顧問流羅 大有人在 為什麼這樣也會有人相信 而且還要說很多人聽 這節目多過我們很多 所以真的很悲哀 之前又扮到如何 去支持特朗普總統 實際上都說 一改朝換代 馬上就退太 紐太 那個頭文字 扔彎 吹捧布林肯 布林肯做了什麼 為什麼你會說他繼承了 蓬佩奧對華強硬的政策 完全是沒有證據的 純粹就是憑空想像的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他會這樣說 但是我就不喜歡 掃諸動機 我純粹就會覺得這些人的判斷能力很差 另外還有很多燈粉KOL也不願意面對這些 一隻二隻就縮起來了 比如說那些公開撰寫文章的李柱銘 或者是在Facebook上面 為這個 拜登做啦啦隊的李卓人 或者是這個陳偉業 鄭經漢那些出來面對一下 經常說什麼兩黨共識 你的兩黨共識已經破產了 哪有兩黨共識 你看這個李柱銘說什麼 他說拜登是帶領美國走出黑暗的最佳人選 因為他為人謙信 具有同理心和包容力 而且跟共和黨關係良好 向來都可以溝通合作 相信他可以為美國社會帶來希望和真理的陽光 他跟共和黨關係良好 還是跟共產黨說清楚啦 還有 他說拜登會如何如何幫香港 幫什麼 請問幫什麼 這幫燈粉KOL就有個特性 就是在所有他們所說的事情未曾發生之前 就說到實牙實恥一定會這樣去做 但是到現在泡沫爆破了他們又不出聲了 當沒有說過一樣 為什麼會這樣呢 你也要面對自己說過的事情 如果你說這個是願景的就不一樣 你說到實牙實恥是會發生的 如果去了哪裡呢 你也要問這幫人 真的 我不懂 接下來就看看大陸外交部 他們有什麼說法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原來在1月21日的時候 曾經這樣說過 他說 中美雙方都需要拿出勇氣 展現智慧 彼此傾聽 正視和互相尊重 這個是中美兩個大國應有的擔當 也是國際社會的期待 只要下定決心 一切都有可能 我相信 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 中美關係當中的善良天使 是能夠戰勝邪惡的力量 這句話就是 向拜登伸出了橄欖枝 釋出一個善意 現在拜登釋出了 要策略性的內心處理 對華政策 這次可能就應驗了TVB 在新聞那句 叫做中國劃成最大贏家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